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家总结 我是Fiko Winkman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本港股市中午收市的表现 恒生指数中午收报17809点跌202点 国企指数跌96点报6089点 科技指数跌102点报3558点 大市成交有323亿 然后和大家看看焦点股份的表现 看到汽车版块跌幅比较大 中气协昨天推算9月份汽车销量251.9万 按月增加5.7% 而8月有238.3万 按月增长5.7% 按年多出2.1% 1月至9月份 汽车销量累计有1,937.9万 按年升3.9% 但数据出了之后 汽车股整体都要跌 比亚迪失手200元的大关口 现在都要跌5% 小鹏创创52周新低 跌6.8% 未来和理想也创1个月新低 未来跌8% 理想大跌超过1.6% 然后看豪赌股的表现 豪赌股今天逆市做好 特别看到银鱼升0.4% 金沙升3% 两只创1个月高位 澳门旅游局公布 国庆假期首4日 房澳旅客超过11.7万人 安年飙升超过21倍 日均旅客人数达到2.9万人 澳门旅游局局长表示 首3日酒店平均入住率超过8成 个别酒店入住率达到9成以上 比市场预期为佳 日前公布9月份博彩收入 是29.6亿澳门元 同比下跌4成9跌幅 也是7个月以来最低的 环比来说增加3成5 预计在国庆黄金收的因素推动下 10月份博彩收入也会持续反弹 接着和大家看看金山软件 金山软件今天的跌幅超过1成2 预料首9月录得重大的亏损 股价今天应声急插 集团表示金山软上月30日在美国上市 公司也观察到 在金山软的投资可收回金额 受到金山软股价低迷 及近期财务表现的重大影响 根据谨慎性原则和国际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正在评估于金山软的投资可收回金额 并计划提减值撥秘 最后看华润水泥发了一个刑警 预料9个月的盈利会显住减少 公司解释盈利显住减少的主要原因 因为水泥产品单位的销售成本按年上升 产品的销售量也按年下跌 今天看到华润水泥的股价要跌7% 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么多 我们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